著名华裔女诗人陈美玲 目前应邀在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朗诵自己的诗作 与该校文学院诗生分享创作体验 赢得了掌声与赞誉声 陈美玲当晚朗读的诗作 主题涉及华裔的身份及规划 中国文化的继承及女性主义等 她的诗作明显受到庄子 李白及爱卿的影响 陈美玲说 她出生在香港 那时的生活环境不好 与家人一起住在不慎体面的公寓中 我祖父常把我背在背上 虽然他不识字 可会背诵一些中国古诗剧 那是我最早受到的中国古诗的熏陶 陈美玲表示 她的许多诗作的创作 都基于自己的移民身份 我父亲是一个止声仔 继1882年后 华人为了规避排华法案 所发明的移民机制 当年众多中国人 通过购买身份文件 成为止声仔进入美国 基于当下的美国大环境 陈美玲回避谈论 他父亲当年做止声仔的经历 陈美玲曾在圣迪亚哥州大任教授 他退休后仍坚持写作 他说 每天清晨是他创作的黄金时刻 那一时段头脑最清醒 我常常是喝完一大杯咖啡后 即开始写作 在谈到创作体会时 陈美玲说 对于写作 阅读非常重要 此外 他一直在体验新东西 从中获取灵感 同年移民来美后 陈美玲一直与家人居住在波特兰 他本科毕业于马萨诸塞大学中国文学系 在爱荷华大学获得创意写作 艺术硕士 他的诗作获奖无数 享有圣誉 乔报记者秋晨2月19日洛杉矶报道